外资继续卖耶 你会担心吗 大家记不记得 前面几天我们不断的提醒大家 我们的华城获利出清了 你觉得我们收回的资金 买的股票不会涨吗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验证 Gio老师实现承诺 跟大家重播画面哦 欢迎收看标股控盘数 我是陈俊杰Jerry 让我带你掌握标股节奏 与法人大户同步布局 好的 今天台北股市又是一个惊险的行情 那我先说现在一边 觉得怀疑的人会觉得说 台北股市现在到底是真的假的 又回到2万了 可是外资怎么一直不断在卖 那当然一边跟着Gio老师的操作节奏 你会发现哦 这种行情你会担心外资卖超的 铁定是你没有抱对股票 没有买对股票 否则今天外资再卖个66亿 你怎么会担心 你管他卖超 不管大盘 今天是上涨的了 我问大家一句话 今天外资卖超台北股市对不对 盘面上涨停板的股票 有几档你知道吗 这样总共几档涨停板 49档 快要50档涨停 来 可是朋友换句话讲 这个时间点你如果知道如何去抓住会轮动的股票 你根本不用去理外资这边卖超好可怕 台币这边好弱好可怕 你太多理由 让自己在这个行情里面错过赚钱的机会 我相信大家都还记得礼拜二 可以接礼拜四而已 你礼拜二是大跌跳空连续第二天跳空大跌 我们跟他讲什么 你做好选股大盘回跌是外资送礼物 我相信你看我的节目我们都跟大家验证过 电力总攻击的重播画面 我们也跟大家放送了两三次了 包含了现在这个时间点 你一定可以发现 电力股还很强 涨的是什么 不到100块的小型股 今天外资卖超关我们什么事 合肌雅力二是今天第几根涨停板了 你看我的节目你应该都自己会算了吧 大雅今天他第几根涨停板了 你看我节目你应该都可以算得出来的吧 大三虽然最后面没有锁涨停 但是他是连续第二天攻涨停 大同今天没有涨停 但是你看我的节目 这个都是我们在他不到50块的时候 就跟大家去强调的 包含了隐藏版的电力股 上个礼拜你在我Lite里面 你有接受我的邀请 我们已经告诉你了 当然我会员买什么股票 我一定得在他们完成卡位之后 我才能公开 不然人家缴钱缴会被给我 是在说什么的 包含了 那我相信亚历三世快乐有意思 今天虽然没有攻涨停 但是你会发现 他是连续上涨的 换句话讲 你如果买对股票 这个时间点电力股你是赚翻了 重播画面你看了好几天了 我相信就是说 我们已经在上个礼拜四就已经跟他强调了 大凡不重要 有些股票再买就来不及了 为什么这个时间点你要错过 当然了我们来验证一下 为什么现在电力股涨的会是不到100块 我就是要跟你提醒 我预告在前面 你看我的节目 你只要相信我 你铁定不会去乱追那个100块以上的 电力族群的股票 来看通播画面 电力族群的股票 现在陆陆续续的一档接一档 你现在还没听到利多的 我节目这一边还没公开的股票 陆续在脱离底部区 我们三月份的会员所买的电力股 小型电力股 你加我LINE你手机拿出来 我们上个月三月份在LINE的发文 已经提醒你了 接下来要涨的电力股 它不是100多块的 接下来要涨的电力股是不到50块的 我们三月底的时候已经预告了 你加入我的LINE 我们都已经先讲了 现在这一些不到50块的电力股 一档接一档突破整个底部区 我们三月买进的这些的成本 慢慢的逐步在取得绝对优势了 这些股票你再不买就来不及了 同学朋友 刚刚有看到吗对不对 我很强调啊 我跟你说华晨还可以买吗 华晨虽然今天还在创新高 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已经跟他强调了 你买那一些平价的小股票 更容易涨停板 而且你如果资金够大 乔格他20张30张甚至50张 这我的会员里面有人合计是100张的 我们都跟大家讲过 切记这个时间点 教师的解析包含我的预告 不管大盘或个股都是可以验证的 只要你是忠实观众一路这样看下来 不是只有看一两天在那边放马后炮 你自然而然就会看得到 为什么很多的朋友在我影片下方留言 特别留意 有一句话我要分享给大家尤其是你现在还没赚到的 这个行期又回到2万了 我跟你说2万不是重点 你买对股票 行情再往上飙心高 甚至520那边变成一个转折点往上喷 你的股票也要涨 也要能够接棒来做攻击 那个才有用 所以我们已经不断提醒大家你要买对股票 台语有一句的俗言叫做怕怕没中定 我这边不是每日一词 怕怕没中定 你越害怕你越在这种行情赚不到任何风吹草动 你就下的跟什么一样 或者是一档明明不会赚不会接棒的股票 他高点都已经过了 他现在就是一路往下走了 你就是不敢换不敢动 怕怕没中定 今天涨停板的股票49档 当然不可能每一档都是我的会员的 不会发生那种事情 但是你会知道说跟着我们节目这边的步调 很多股票我第一个在节目上都已经公开 第二个我没有在节目上直接先公开的 我盖牌让你有机会跟我会员一起赚 再第三个我Lite会做邀请 包含了上个礼拜五 我们华城获利出清 我一直告诉你 包含一直到昨天我还在提醒你 我华城获利了结 卖了946块 收回的资金你觉得我买的股票不会喷是不是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来验证这件事 好不好 那你这个时间点 认同教师的 好因为我相信啊 礼拜二那一天我跟大家 我要大家做的作业跟功课你有做的 在我影片下方留言啊那个大盘回调是外资送礼物啊 你现在 完全验证吧 人家外资送礼物给你 你啦 怕怕 49档涨停 今天涨停的比昨天还多呢 比如说你礼拜二那个买点不会抓的 你现在就看着行情那个股票往那涨翻天 那当然你要买对股票了 你现在愿意跟着教老师的功课 跟着教老师的步调来走的投资朋友 我要你 在我今天节目的影片下方留言 怕怕没就定 加一你认同这一句话 礼拜一礼拜二我要你教的功课 你已经完全验证了 你看到现在连亚历三世都已经验证了 现在我要告诉你 怕怕没就定 你把这一句话记起来 然后留言到我的YouTube频道 今天节目影片下方留言 然后我要布局520 我们已经跟他强调了 你现在就是要为520的行情做准备了 好我们节目在前天就已经理解大家了 520去年是怎么玩的 不要到时候我剪重播带来验证 哇早知道应该相信家老师的 不然你花时间看节目在做什么 好不好这一句话 怕怕没就定加一 我要布局520 坚持自己的信念 我在帮助你 抓住现在行情最关键的那一个转折点 你抓住这一些的观念 你自然而然能够有机会跟上我的步调 当然了 你把这个留言截图下来 回传到我lite小老鼠这一七八 你把那个截图下来 我还是一样 第一个 我保留你的10%回馈的资格 另外 我相信新的观众不会知道那个 电力四小龙 如果你是2月底3月初的时候 有来拿电力四小龙的 资深的观众或是我的粉丝 你现在应该都可以发现 最近 4月以来 亚历是不是已经飙半天了 亚历最高是5天涨停 上尾投控已经连续两天攻涨停了 大雅 4根涨停板 你应该可以发现这件事情 电力四小龙里面 还有一档 最近还没喷涨停 我直接把这一档股票送给你 你做好这个功课 新的观众 因为你如果说电力四小龙你早就知道了 应该 无仇恢的嘛 但是你如果 认同居老师所讲的 怕怕没就定 你现在要布局是520 你认同的 你还是一样把这一句话留言 在我这一集节目内容影片下方 截图下来回传到我Lite 小拉属这一期发 我还是一样 第一个很重要 你取得10%回归的资格 你这一边你可以验证我的节目没有关系 后面哪个时候你要跟上我的操作 距离4月底还有一段时间 你随时随地可以取得10%回馈 因为最近我的股票赚翻了嘛 我的会员都知道嘛 你那些酸民 你那边 很有趣哦 我的会员留言给我 老师 我们最近赚太多 被靠杯了 真好笑 你是新的观众朋友 你如果不晓得电力四小龙的 我已经先告诉你了 雅力4月份已经标出去了 我的会员都可以获利翻倍了 上尾投控 已经是昨天跟今天连续两天攻涨停了 大雅已经标4根了在4月份了 还有一档 你要不要来拿 我会员如果新会员在卡位他没标涨停 你要不要来跟 我放福利给你了 这个动作做好 走走没中 我要布局520 在我节目影片下方留言 你截图下来 传到我的lite 小老鼠这一期吧 这一个 电力四小龙 我就送给你 新观众 新的观众你不晓得的 旧的观众你如果 珍惜资料 珍惜我给你的资料 珍惜我在节目上 告诉你的关键 我相信你现在都会知道是哪一档 但是你新的观众 你不用到YouTube频道里面去 辛苦的一个一个一个找 没关系 我直接把截图下来 直接放送给你好不好 让你有机会 四小龙里面 还有一档股票没标涨停 这个动作有做我就直接 在lite这一边送给你好不好 来华城 上个礼拜五 我们节目上已经讲了 我没有保留了 我现在就要实现承诺 我会 播重播画面给你看 我们今天就来验证 我华城卖掉收回的资金 会不会标 你加我lite投资朋友 第一个 手机拿出来 你只要 不要乱三账号 加我lite之后不要乱三账号 你上个礼拜五以前加 然后你一直留到现在的 我们一起来验证 礼拜五盘中11点33分 我是不是直接的就把 华城获利出清 168% 这个图直接给你了 我甚至告诉你 因为有些股票 再不买就来不及了 我已经赚够华城 我知道后面会有接棒的股票 所以我华城卖掉 我不管他后面会怎么样 下一档我要接的股票会更飙 我完全不给你打哈哈 我节目上就直接把华城 会员获利出清的讯息 不管是单股或者是零股 涨停 946块获利出清的那个画面 直接传给你的 不要忘记 我们现在来看一段重播画面 待会我让你知道 我卖掉华城之后 买什么股票 来 现在你要想的是 我们的持股会员 赚完了华城 卖掉了华城 资金会去买什么股票 这个才是你要想的 华城涨停又怎么样 我上个礼拜五公开跟你获利了结 涨停板946块 获利了结 我们都跟他来讲 上个礼拜的节目 礼拜五的节目你有看 我们已经跟他提醒了 华城我的高等级的会员 精英会员五张 赚296万加本金 那个是翻倍的 等于说你200万进去 你翻进海快500万 10张 收回的资金 获利593万快600万 我们就已经跟他提醒了 你要知道我华城收回资金的 那些会员买什么股票 你觉得那些股票不会涨 你要不要我播重播画面 但今天没有时间 来 我卖华城946块 那我相信就是说今天华城涨停板 差4块而已 但是我相信 我们卖掉华城收回的资金 所买的那些股票绝对不止这4块钱的涨 未来我们一起来做验证 华城涨停板又怎么样 我卖946块涨停 今天涨停950块 差4块钱 对 但是我们强调了 我们收回华城的资金 买的股票 是不是又赚更多 我已经提醒你了 上个礼拜有的节目你有看 我已经提醒你了你要想哦 我们华城收回的资金有多少 10张的光他获利部位不加本金就快600万了 啊我们买的那两股票不会涨是不是 想看看 很简单的逻辑 为什么我要把华城先卖掉 从不画面我已经跟大家验证过了 有些股票你再不买就来不及啦 我管啊那个华城还会涨停板 我收回大笔资金后面买的股票涨的绝对比较凶 很多人会说啦 好那个 重变之王华城 老师昨天涨停今天又创新高 那又怎么样啦 你刚刚从不画面有没有看到 昨天涨停的时候 我说华城涨停又如何 华城涨停又怎么样啦 我们收回的资金 一定会比他更飙 买什么股票 大家都知道 礼拜四下午 台积电法说会 有多少人会布局 会标的股票 4768京城科技 台积电概念股 我们卖掉华城 回收的资金 转进了股票 今天迎来第一根涨停板 我不打哈哈啦 我的风格就是这样 你现在看我的节目 我叫你卖华城 不管是个股 或者是零股的 会员你把手机拿出来 礼拜二 那一天大盘重挫 4768京城科技 获利换股会员 预挂248.5买进 华城 我叫你卖光光的会员 现在把手机拿出来 这个讯息 有没有一模一样 一样 我叫你卖零股华城清光光的会员 手机拿出来 这个4月16号 上午10点04分 4768京城科技 零股 买进的讯息 有没有一模一样 不然你觉得 刚刚的重播画面你有看到 我昨天 就有问你了 要不要我播重播啊 我们后面来验证看看啊 礼拜二而已啦 我上个礼拜我卖光的华城 收回的资金 我们跟你强调多少次 你觉得我们卡位进去的股票不会喷吗 248块半礼拜二买进 今天礼拜四 4月18号 第一根涨停板 价差 44块 等于说一张 4.4万 一张 4万4 好 我卖946块的华城嘛 涨停板 946块出清嘛 今天华城收盘多少钱 955块 不好意思 高清空 我如果报华城现在是多赚9000块 我转到的 京城科技现在多赚 一张多赚 4万4千块 同志朋友 哪个比较标 哪个比较赚啊 你的世界是什么世界 我们的操作 是你可以想象的世界吗 很多人那个吃不到葡萄都说葡萄酸 同志朋友我给你预告几次 上个礼拜我已经告诉你了 我华城获利出清 你要想的是什么 我卖掉华城之后 会带会员买什么股票吗 很多人 这张董监改选的黑马股 明明黑马股都已经给你了 你来拿 485位 300个是中视观众拿的 185位 是我后面我的YouTube频道 节目开放你来索取的新观众 后面 加起来总共485位 你有没有动作 我就问你你有没有动作吗 股票给你了你会不会赚 我叫你卖华城 不管是个股的华城或是零股的华城 我叫你卖光的会员 现在手机拿出来 除了精神科技之外 我们在卖掉华城之后 我叫你买什么股票 手机好好看 当然 你是我会员 而且有这份名单的 你应该知道怎么回事 不然你觉得我送这个黑马股是开玩笑 自来表演 自来骗魔术 我的做法是这样 我的讯息我带会员买 带会员卖我都会直接在节目上 用截图的方式公开呈现出来 我就让你知道 我跟你想的那样的世界完全不一样 只要是我的会员 你现在都知道我们现在是大获全胜赚翻了 你管哪些 人家在栓严栓严 那我告诉你这些涨顶版 他们的世界 你已经跳到我这个等级来了 他们的世界你就会知道 就有如是下面那一个底层 现在你都已经验证 你是我会员 你现在都知道我们现在是怎么样的状态 你就去看那些酸化的 你会不会想笑他 不然 这段影片我还要 再播一次吗 有些股票再不买就来不及了 你刚刚有没有看到 我的LINE 小老鼠J78 你自己 有加入的投资朋友 手机拿出来 自己看一下 我 邀请你几次了 我华城 卖观光之后 我盘中 当天盘中 我就已经告诉你了 而且我已经提醒你了 要知道 我已经锁定了其他会接棒的股票了 是你不要跟的 是你在怀疑在看戏来 你怎么会那个 嫉妒人家赚钱 好奇怪 这个市场 我相信我YouTube频道 你只要按赞 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尤其是按赞 订阅开启小铃铛 这三个动作 你有做 我相信 刚刚我们剪的同波画面 你都可以在我YouTube频道里面去找 有没有作假 你所知道的世界跟我们操盘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就讲过了 你那个100万资金都没有的 甚至有的是连30万资金都不到的 你以为 人家那种千万在做的2000万5000万在做的人 他的想法跟你一样 那这么厚 合肌 今天已经四根涨平板了 我相信不用去多介绍了 我们上个礼拜都验证了 我事先的K线图就传送给你多久 我邀请你多久 四根涨平板了 你要不要赚 应该说你 有没有资格赚 我们就讲很白 有本事 你就跟我会员一起赚 现在已经开牌亮相都验证过了 我重播画面直接送给你了 你应该问你自己 有没有资格 有没有本事 怎么会是 我们赚太多 画素 真好久 这也是我会员告诉我 老师我们赚太多被靠赔了 他已经是醋皮了 我相信 你加入我的Lite 自己手机拿出来 我们都把 直接把合肌 雅力24 那个我们买最低那一天 32 就是 成本最低那一天 32.2块 会员讯息直接把它截图 传到你的手机了 你是我的会员 不管你是什么等级 专案也好 特别会员也好 VIP会员也好 你自己找一下 你只要三月份加入的 三月开始三月初加入 你三月底当然没有 你三月底哪有32块2可以买 你只要是我会员你手机搜寻一下 我传给你会员讯息 我叫你买合肌 真好笑 真的是蛮有趣的这个世界 我看到我会员跟我讲这个 我说好 干嘛理他 我们都验证过啦 我其实告诉你啦 你资金够的话 这种 从30几块的股票涨到今天涨停板 58块4块 要60块的股票 30几块买 你资金够 瞧个100张 哪有谁啦 100张哪有什么啊 30几块的股票 我的清代会员至少是20张 起跳的 好不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来讲的话 40张买40张合肌的已经可以获利100万了 这哪有什么啦 这是平价股 低价股 我什么时候就跟你预告 电力族群后面 你不要再去追华城了 不要再去追那个市店 不要再去追那个中兴店 你要买那个小型股 不到50块的 现在的合股都已经涨到快60了 我验证几次了 我直接在节目上都把会员的讯息直接公开 我会员 合股 雅力二世 全数 每个等级 不管什么等级 你专案会员也好 那个 特别会员也好 那个VIP会员也好 清代会员也好 我有没有叫你买合股是买35块9以上的 没有 任何一个等级的合股35块9是最高的 这个早就已经验证了 而且我强调很多次了 我的会员都会知道了 因为最近我们赚很多 我只比较觉得有趣的是 赚太多居然会被靠北 好有趣 平均 一般等级的会员 35块9是最高的 35块9当做是最高来算的话 成本最高35块9 我不要跟你吃豆腐怎么样子 我就算35.9 至少是获利62%起跳了 最低等级的会员至少获利62%起跳了 你算不到 没有资格没有本事 怎么会在那边说那种话 好奇怪 华电 我没有邀请吗手机拿出来 隐藏版的电力股 你看一下上个礼拜 LINE的讯息我没有邀请你 人家信任我当着这两根涨停板他就赚得到吗 我的会员华电 我要你买进的全数都在43.85以下 最低是11块 我哪需要隐瞒 我的会员都知道手机拿出来一模一样的讯息 还有造假 好笑 嗯 大三 Openbook的电力股 找一下上个礼拜五的节目 自选股直接贴在节目就放给你看 你没有看到里面一档一档里面有大三 那一档刚刚有涨停板 没有呢 喝酒 赚不到还会说酸话 我都假话数 头顾老师都这样 你的世界跟我们的世界不一样 你跟我会员的世界不一样 我们是大赚的世界 你们是赚不到在说那个葡萄酸的世界 嗯 喝酒 我的会员手机拿出来我叫你买大三 成本有没有超过59.6 今天涨停板多少了 69.1 收盘68.3 绝对优势了 不就跟之前的华城跟之前的市店跟之前的亚利 一样的方式吗 亚利二世也是这样验证的啊 最近我们验证亚利三世也是这样啊 当我会员已经取得绝对优势了 当然啊 我在节目上人家拉涨停我们赚啊 我邀请多久了 你可以从YouTube频道里面去搜寻 我邀请多久了 有多个人当然没有赚钱 不然有多个人在这里说 这好像是很有趣 一样的节目 就好像就是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一样的老师教一个班级 每天都听到一样的课 老师没有说 1号 我告诉你哦 这本课本第1个章节是这样 2号 你看第1个章节是这样 我敢这样 没有嘛 同一个课堂 同一个节目老师所讲的内容一模一样嘛 你加入我的Lite 你每天收到的讯息一模一样嘛 我的Lite这一边来来回回 有人删掉有人加入 现在快要8000人 有可能你加入我Lite 我统一发出去的讯息你看到其他的 快要8000人完全不一样 有可能 看到一样的讯息 看到一样的节目 看到一样的邀请 就好像考试卷发下去 有人可以考100分 有人可以考90分 就是有人考10分 有人考鸭蛋 有人考不及格 会酸的 会说这个老师没较较 这个老师有辣的 是不是都考那个20分 0分 丫蛋 听不到 50分不及格的 会去批评 你如果考100分的 90分的 你就说谢谢老师 你教的好 对吧 大家都当过学生嘛 你有念过国小 国中 高中 大学 或者是专科 二纪 或是研究所 所以 礼拜二 4月16号 大盘 大跌 那个时候 那一天 刚好开通会员讯息 及时跟我来买进的人 我们有没有资格说他是好命人 人有福报啊 人家有福报啊 他愿意接受我的邀请 所以刚好那个行情来 杀下来的时候 他最低 拉涨停之前 最好的买点就在那一天 人家跟上了 你应该跟他 你真的有福报 好命人 你应该用这种态度啊 你怎么会说 都假的啦 设计老师在表演 人家都假的 他不知道几个等级 我几个等级 我在节目上不是讲过了 赚太多 我会有跟我说 老师我们赚太多 现在被告白了 我就觉得 好好笑喔 投资朋友 你会不会觉得很有趣 我的会员们 现在你看那一些酸民 你会觉得我那个人 好像是在底层那一种 我们在天堂 他们在那个地狱里面 因为第一个赚不到 第二个 可能这个行情他大亏 亏了屁股 现在来讲 这个礼拜二挺损的 我发现了我行情拉起来 结果他 你都假啦 你都假 大亚 这档股票我讲多久啊 你三月的节目看一下 我们都截图出来了 你 回顾一下 这礼拜的节目 我如果每一档股票 都要总 剪那个重播画面 给你验证 真的我们导播 没有办法下判 好不好 你要知道 你的世界跟别人大赚的世界 是完全不一样 等级 你用你的 等级 看我们的世界 你会不能理解 你都当时 我认为假 大亚 其实五根掌停板 会员讯息 好不好 四月份他是四根 那前面三月底他有一根 好不好 所以 大亚 其实我第一波的 会员是已经赚第五根掌停板了 这档大亚 大家我们会来一一的验证 因为我们在 三月份的时候 已经告诉过大家 电力股 你要买 3月15号以前 一定要做好卡位 待会我们一档一档来看 看是不是他低点 都要3月15号以前 大亚这档股票 我所有的持股会员全数成本都在39块3以下 那这一档上尾投控 我的会员 第一波抢进的会员 底部卡会的会员第四根掌停板 你是我的会员都知道了 大亚 他是电力四小楼 其中一个 亚利他其实是我们在二月底三月初放送的 其中一个电力四小楼 所以你有拿到资料的人你愿意跟着我来操作 你甚至就是我在节目之前跟你讲亚利的时候 他会接棒的时候 你相信你资料都在手里了 我节目也跟你讲你手中的 这个资料上面的股票 你不敢买 你不敢买 你当然赚不到 大亚你拿到资料了 我在节目上也讲了 你不敢买 你现在当然赚不到 上尾投控 他也是2月底 3月初的时候 电力四小龙的 其中一档股票 上尾投控 他是三位数的股票 所以我专探会员 3月份的时候他有去部署 我有带他们部署零股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120块半以下 我的上尾投控 所有等级会员买的都在120块半以下 现在来讲的话 我相信就是说这个时间点 完全取得优势了 好不好 146块半今天涨停板 会员来讲你可以把 那个会员讯息拿出来对对看 有没有造假空间 好不好特别留意 我们就聊过了嘛 伊索预言里面有一个小故事 狐狸经过了一个葡萄树 哇那个葡萄圆 那个葡萄好甜 看起来 果实好大 他就是爬不上去 蹭不到 蹭不到 一直爬 神看着 一定很酸的 一定很酸 我吃不到那个是酸葡萄 那是酸的 就说服自己 那是酸的 不要理 那个 我不要吃了 那是酸的 自己骗自己 我们就跟他聊过了 股票市场是这样 乌鸦的人 当乌鸦的人 让自己成为一个乌鸦的人 他永远都 成不了美丽的天鹅 看到别人赚 他都说我会gay 我那都gay 你怎么可能这样 头骨老师都是怎么样的 那都gay 表演 话术 你 这辈子 选择当乌鸦 你就别想 会变成是美丽的天鹅 股票市场很奇怪 他非常有趣 人性就是这样 股票市场 会赚的人 他就是一个样子 他的心态就是成形一个样子 不会赚的人 或赚到吐回去 或赚到这一边啊都小小的小小的后面赔大的 他就是一个乌鸦的样子 所以这个时间点我要告诉大家 你的选择会决定你未来的财富 你让你自己成为乌鸦 那你在股票市场里面真的 请假淡场都有 你让你自己 有天鹅的心态 你有一天会变成天鹅 切记 我相信我这边应该不用再去重播 电力总攻击的预告吧 电力股贪心 快来说假 我会员告诉我 老师我们赚太多被告白 我说你管他 他们的世界 我们的世界 天差地远 他们的世界 没有办法去理解我们的世界 好不好 我这边应该就不用重播 那个上面都有日期 YouTube频道里面都可以去找 或者是你 回顾一下我们昨天的节目 前天的节目 礼拜一的节目 上个礼拜的节目 我这个重播过了 好不好 清明节连续假期 已经强调过了 不是朋友 今天外资持续卖超66亿 跟你有没有关系 外资提款66亿 观看有差 没差 外资再卖超66亿 我的会员会不会怕 关我们什么事 除非你买错股票 所以你看到 66亿 要崩盘了 一直在当乌鸦 一直当那个吃不到葡萄 的那个小狐狸 好了 节目这边我希望用轻松一点的方式 让大家去理解 你现在要用什么心态来面对台北股市 好不好 最后面 你认同我这一边告诉你的 你跟上我的功课 好不好 我说功课 走走没就定 加1 我要布局520 你把这一句话留言在我的节目影片下方 把那个留言截图下来 回传到我的Lite 小老鼠J78 10%回馈的资格 我替你保留 包含了 你是新的观众 还不晓得 电力是小龙里面 有哪一档股票 还没有拉涨停 我让你有跟上的机会 祝福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